意义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失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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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在经典说 再加菩萨 具足四种 那么 知良 这一次快乐 来世也会快乐 那四种呢 第一个 念一下 信心具足 就是你要绝对相信佛法身三宝 才能够帮助我们离苦 也要相信 佛陀说了 生命真的有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六道轮回 当然也相信 除了三宝 其他的 世间的神明 没有办法给我们生命依靠 当然 就像人 它可以帮助我们 只要你去对待它 用一个符合佛法的方法 就像我们拜土地公 可以的 因为感谢它嘛 但是它不是我们 生命离苦得乐的依靠 所以 相信三宝 相信因果 当然更要相信自己 可以解脱 成佛 要有这个 信心具足 那有了信心以后 第二个呢 念下来 持戒具足 就像各位今天 守五戒 守八观再戒 就像各位有小朋友 你从小就要跟他说了 叫他千万不要去杀身 偷盗 邪淫 骗人 喝酒 所以佛都说 你只要守戒律 绝对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畜生道 所以 大家念下 不杀身 不脱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吸毒 早上我们 大家都愿意受五戒 那我有慈戒 那慈戒的目的呢 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 因为你伤害到其他生命 就像我最近常讲一个故事 在这边也一定要讲 佛陀时代 有一位很精进的出家人 按照佛陀的教法 到森林里面去打坐 修不尽观 要解脱 结果他很精进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野猪冲过来 因为后来有人在打猎 野猪就乱跑 结果就把这个出家人撞死了 撞死了 现场死掉 那很多人就来问佛陀说 佛陀那个出家人 怎么精进在修行 怎么会被野猪撞死 佛陀说 这个出家人 比丘 五年前 他为了要到森林打坐 去搬动一个石头好坐 结果搬动的时候 压死一只蚂蚁 那一只蚂蚁现在来投胎做这一只野猪 过去他不小心压死他 他现在投胎做野猪 也不小心撞死他 各位 一只小蚂蚁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不是杀生 但是一样有因果 只是佛陀跟大众说 这位比丘消完业障 现在升天了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业障 所以各位一定要天天忏悔 不小心踏死蚂蚁 不小心那边痒 把一只蚊子给弄死了 这个都有因果的 所以西藏国王赤松德战 他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十岁 这个小女儿 有一天病发烧 没办法救了 赤松德战狗王 赶快叫莲花生大士来救他女儿 结果莲花大士来了 她女儿一样死掉 国王哭得很伤心 不过莲花生大士就跟国王说 这个是有一段因果的 他说过去你跟另外两个兄弟 在帮忙盖佛塔 因为那个时候三个兄弟的 妈妈是杀鸡的 但是这个妈妈要死之前 交代三个儿子说 你们帮忙把我这个佛塔盖好 我这辈子造了很多杀生的恶业 让妈妈可以脱离痛苦 那个佛塔就是现在 尼泊尔最出名的满院佛塔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 不知道是第二个 他在帮忙盖佛塔 天气热 有一只苍蝇飞过来 他也不知道 他就赶快擦一下 那只苍蝇被他揉死了 那莲花生大师就说 国王啊 那你就是那个不小心揉死 苍蝇的人 因为你帮忙盖佛塔 你现在做国王耶 但是呢 不小心被你揉死那只蚂蚁呢 就是你投胎的女儿 那因为他飞过那个佛塔 他有福报 投胎做人 那是因为你不小心把他弄死了 那他现在呢 也必须要遭受这个 你也必须遭受这个 早死女儿的果报 但至少他从苍蝇投胎做公主了 那时你也变得要伤心很久 各位 一只苍蝇耶 死了一个女儿 所以讲到这个 慈戒 各位一定要 像各位开车 开开开开很快 你一下车看 窗户玻璃那边 他也没有一些死掉的虫 有 你一定要拿个水 跟他撒一撒 念念咒 跟他忏悔 超度他 你不能说正常的 正常的 特别高速公路开车回来 那就会有很多死掉的昆虫 在你的引擎 在你的玻璃上面 这是一定的 但是你要跟他忏悔 跟他念念阿弥陀佛 我终于超度他 不然呢 这个夜报 哪怕你是观音化身的赤松得战 国王 精进的比丘 夜障还是会来 就像释迦摩尼佛 一样有他的夜报 所以第二个再列一下 持戒具足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杀生 偷盗 邪淫 男人有欲望 那你就控制控制吧 不然呢 深深事故苦啊 哪一天你的女儿被抢爆了 你那种苦啊 没办法形容 因为你去欺负别人的女儿 去玩弄别人的感情 那你在这个感情上 有一些一辈子很痛苦很痛苦 就像有些人 他是男人的身体 女人的心态也很痛苦 这就是一种感情的野障 很无奈 甚至有些人因为这样走极端的路 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 太重要了 守戒律的功德 太有福报了 那第三个什么具足呢 等一下 布施具足 那佛陀要我们布施 最主要的目的 各位不要太贪心 太认为说财产永远是属于你的 要透过布施 消除自己的贪心 占有执着 进一步呢 透过布施 那你会生生世世有福报 不缺钱 衣食封足 这样你生活比较方便 修行也比较有助缘 所以要各位要 就像刚刚各位在供养出家人 特别七月份 佛陀于兰盆法会 帮助往生 献世父母最好的方法 念一下 供佛 摘生 布施有情 所以我们大家供养设立 供养佛像 供养出家人 那各位呢 刚刚慈悲 焉供 要供 甘露失食 明天还要去海边 大放射 那各位呢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用了我们努力赚来的钱 不浪费它 在家里孝顺父母 照顾老人 家庭照顾儿女 然后呢 进一步能够供佛 摘生 帮助 贫穷 那我想各位更方便了 巴弹岛 鸟很多 都撒一些米啊 食物 地上蚂蚁也很多啊 那他们吃什么你都知道 水里面鱼很多啊 所以森林里面猴子很多啊 然后呢 包括各位 你就算每天煮饭 那个洗碗的油啊 洗反了一点茶 你要那个嗡阿虹 流出去给孤魂野鬼喝啊 你在煮饭煮菜 那个炒菜的味道香不香啊 嗡阿虹 做烟供啊 你的炒菜那个味道不湿出去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每次吃饭 我永远都会留几个 他们就批评我 海盗法师这个人 吃都要剩一点点很啰嗦 哎呀 他不知道我的用意啊 吃一点点不湿啊 不湿啊 所以我们出家人都是这样 吃完的锅 还要加一点水 搅一搅不是喝 这个水家里面的饭渣油渣 倒在外面的石头 布施给那些 我们佛教徒相信 真的有好兄弟啊 孤魂野鬼啊 倒在树下 蚂蚁也会吃啊 我们这一次去缅甸泰国 什么不躲 就是蚂蚁躲 那我们在新加坡 就看不到蚊子了 那为神做得太好了 所以 但是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布施一只蚂蚁 就等于念了一部 《贤劫前佛经》 布施十只蚂蚁 等于念了一部《大藏经》 要五年呢 布施一百只蚂蚁 来世做皇帝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告诉我们 你以慈悲心布施一点食物 给一只小动物吃 超过三大阿僧奇觉 供养所有佛 供养所有菩萨 供养所有阿罗汉出家人的功德 为什么 佛菩萨都有人在供养 蚂蚁没人在供养的 佛菩萨不缺吃的 家家户户都努力地供养 但是那些蚂蚁啊 那些孤魂野鬼啊 没有人供养 所以我想各位喜欢放生 那各位最好明天 买多一点面包 在家里捏好捏好 又加一点香香的 钓鱼的人都知道 捏好捏好 这样才钓得到鱼啊 但是我们不是钓鱼 把它捏好香香的 投到大海里面 大海里面无量无边的生命 无量无边的小鱼小虾 可能他们很快就死了 因为他们会被吃掉 至少在死之前 吃到你的 乃是他不吃 你丢下去 他过来闻一下 他也得到接触解脱 因为你是用悲心去做的 你是希望他跟他结缘 所以讲到这个 念一下 未成佛 先结缘 这句话永远要记住 如果你不结缘 成不了佛的 你每天躲在山里 打坐闭关 是可以增长你的禅顶 不能成佛的 成佛呢 最重要的 大乘佛教的修行 两个 第一个 不舍弃众生 第二个 观诸法空性 这两个是最重要 不舍弃众生 就是慈悲性 观诸法空性 那你要了解 万法都是 无自信空的 那这个要有智慧的观照 不要被卡住了 像各位你很爱你的儿子 这个叫卡住 因为他只是一个感觉虚幻的 但是你觉得这个感觉是 真的 永恒实在的 就像一个女人 当他爱上一个男的时候 拍娘了 再叫他不快乐了 或什么 卡住了 然后你就情绪不安定 爱恨交叉 那各位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 所以一切诸法 必尽空 各位每天都要念 是诸法 空向不生不灭 所以要用空性 来看一切 但是讲空性 不能够离开 大必性 不舍弃众生 所以各位要跟花结缘 跟树结缘 跟蚂蚁结缘 跟人结缘 像各位 等一下我们来念佛 念佛的时候 你要想天主教 基督教 蚂蚁 都是我的妈妈 爸爸 阿弥陀佛 跟他结缘 因为我们今天 大家守霸观在界 供佛 摘身 百舍利子 大焉供 药供 甘露诗诗 大布施 那透过念阿弥陀佛 把这个功德给他们 结缘 这个叫广结 众生缘 非常重要 所以我师父要我 跑遍世界各地 去监狱 去学校 去屠宰场 有形无形的结缘 因为这个结缘呢 不断的付出 你就很容易安住空性 不离大背心 真正的闭关 是在心里面完成的 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这也是一种闭关 为什么 闭关并不是说 安安静静 而是呢 我们专心的持戒 听佛法 利益众生 心里面 没有贪嗔痴 这个才叫闭关吧 当然 很多人说 很安静很安静 比较容易 但是呢 功德力不大 功德力大 是不离众生苦 但是内心里面 保持大悲心跟空性 所以你必须这样去做 我想各位现在在做事业 很忙碌啊 家庭啊 事业很忙碌啊 但是这里面 你把佛法 用在你的接触的每一件事情 知道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因果的 但也知道它是如幻如化的 空性 就像你戴一个眼镜 叫般若眼镜 很忙 但是知道它的真相是什么 这样呢 这样呢 是比较难修行的方法 但是也是快成佛的方法 当然 所以我想 专心的大家一起 为佛法再努力 然后呢 乃至你在生病 那更容易修行 那观诸法 空 我为什么会生病 我就是因为有个身体啊 而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啊 所以我才会很痛苦啊 所以借着这个生病再提醒你 你在执着啦 你应该分析它 根本没有一个我 哪有我的身体呢 就像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很生气 那时候你才知道说 没有你骂我 我就不知道我有一个我质 我有脾气 我要保护自己 如果你有空性 你到底骂到谁 根本没有我在被你骂 但是我之所以会起心动念 那是因为我不了解 毕竟我没有空性 谢谢对方提醒你 所以各位这个要一直磨念 一直磨念 就像一颗石头磨久了就圆了 那你如果不去磨念 逃避众生 逃避世间 你就没办法 所以在不舍弃众生里面 去体悟空性 是达成佛教的精髓 所以那各位当然 那你不要被境界拉走 爱 恨 喜欢 讨厌 你很容易被境界 所以各位 现在你眼睛在看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起分别心 那那个时候你就要保持修行 保持正念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在修行 我在修行 那是最快的方法 当然了 难行道 易成佛 所以佛陀才会说 你在这个五浊二世 一日一夜 把观摘戒 超过在极乐世界一百年修行的功德 佛陀说 你在五浊二世一天 把观摘戒 超过你佛陀在世五百年出家的功德 因为很难 但是如果你各位愿意 透过这个难 来不离开佛法 那对你帮助就会很好 所以你要保持正念 当然各位有身体 身体你会觉得累阿 睡睡觉阿 如果今天下午没死 我看大家都回去 哦 捆睡觉了 还在这边忙的老畔天 人气又不强 但是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要难忍能忍 我不太喜欢睡觉 我除了晚上 我白天你在叫我怎么样 我都不睡觉 我宁可起来走一走 思维佛法 走一走思维佛法 刚刚听我们战言法师说法 但是我绝对不睡觉了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都已经躺下去了 如果你不在这个路躺下去睡了 睡个午觉 看到师父你来了 你们都在睡哦 因为人的意志力的问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这个我 我要睡觉 我要快乐 我要别人对我好 这一点 你不开始学习控制它就没办法了 那你永远做生命的奴隶 那你永远做生命的奴隶 心灵的奴隶 那你就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所以我们愿意来守傍晚宅界 就是征服自己 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 我们参加念佛都是 24小时精进念佛 不能睡觉了 还有人参加七天七夜念佛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透过了解佛法 所以我们又讲回来 再悲一次 信心具足 慈戒具足 不思具足 第四个是最重要的 智慧具足 所以我们有福报 能够归一三宝叫信心 能够慈戒能够不思 有人天福报 有修行的祝愿 但是第四个是最重要 你要了解佛所讲的真理 苦极灭道的道理 轮回的苦 苦的因 是因为刚刚讲了 我们的无名 我直 爱然 执着 造业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轮回苦 所以在悲一下 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轮回受苦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了 苦不苦 乐不乐 不是神在主宰 是你的心态 你有贪嗔是烦恼 你就造恶业 你有慈悲心善良 你就造善业 所以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所以佛多说 所有的痛苦 不是神给你的 不是自然给你的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执着这个我 不了解一切存在的真相 简单的说 不认识事迹 不认识世界 因为你 现在人类 亂砍伐树木 破坏土质 认为人是地球的主宰 最后毁灭了 还是人类自己 人类变成说 我是动物的主宰 繁殖很多鸡 繁殖很多牛 做了很多科技 把那些牛打了很大针 每一只牛都很壮 六个月才长大的鸡 四个礼拜就让它长大了 所以一直认为我们去主宰它 事实上就在破坏生命 破坏自然 所以各位要了解 智慧具足 了解苦 苦的因是无名贪爱执着 所以你要消除这个无名贪爱 我执 你要开始修行 不要再贪嗔痴了 不要再执着造业了 那如何做 佛陀讲得很好 来 修道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各位这个是最急的事情 最急的你不急 都在急那个不该急的 急的结婚 急的赚钱 急的化妆 那些东西我跟你讲 天生自然美 你不用急 人家佛陀的太太耶稣陀罗 要死的时候 变成十六岁的小姐 个个很庄严 所以这个是因为一个夜报 造了一个善业 所以要急的是 你要讲解脱生死 解脱痛苦 特别各位 这个身体你不要太爱惜了 刚刚早上讲 他是你生命的敌人之一 让你苦得不得了 每天我们去运动 吃药吃得很好 就怕他生病 怕他怕他 那身体生病是一定的 老是一定的 那为什么你会痛苦 因为你有这个执着 身体是我的 就是问题在这边 身体不是你的 身体有他存在的因缘 花开花谢 有生就有死 这一点你要看清楚 只是我们难得活的 又能够听闻佛法 赶快修行 超越这个身体轮回的苦 哪一天你就会变成观音菩萨 利用身体的轮回来度众生 来解善缘 所以而不会成为身体心灵的奴隶 所以佛陀要我们勤修戒定慰 在那一次慈戒 禅定 智慧 智慧不是看经典叫智慧 智慧是你把经典的意义 听闻的佛法 用在你真实的心灵 修行上面 那才叫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会生气 有智慧的人没有烦恼 有烦恼就没有智慧 重点是如此 所以但是你要达到智慧 你必须慈戒 像各位今天这样乖乖的 晚上可不可以吃晚餐 肚子会不会饿 不会 怎么不会 你骗人 会会会 但是我忍得住 肚子饿才好修行 肚子饿不能干嘛 就是打坐 看经 肚子饿你才知道众生苦 什么不会 真厉害 你干脆出家好了 所以 你一定要守戒律 那你心才可以调服 了解吗 如果你晚上肚子饿去吃 代表你心灵很脆弱 我放弃了 我受不了了 持戒本来就有一点麻烦 有一点约束 但是这个麻烦约束 他才可以让你超越自己 就像各位 吃饭是可以吃的 平常 来 念一下 少油 少辣 少咸 少糖 那你就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不然你差不多五十岁 就什么高 什么高 什么糖尿病 什么高血压 要死不死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出家人不要吃辣了 吃辣了 你是没斗志的人 因为你看到 没辣你就吃不下 然后就肾脏不好 意志力薄弱 所以各位 不要成为食物的奴隶啊 吃食物只是为了身体的修行 不能把食物当作一种快乐 一种喜好 你要养着那个习惯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不要油 不要辣 像我的鬼师父 法证长老 活到一百零六岁 没有生病 我其他的师父都各个病死的 因为他喜欢吃油啊 辣啊好吃啊 就是这样 那我的鬼师父活到一百零六岁 他每天就是 稀饭白饭木树羊 就是生菜有机的 他认为这样就OK了 人又不是为了吃在火的 人是为了活要吃的 他是这样过生活的 所以他告诉我要吃素 而且要少油少辣 那天天念佛超精 他过得很自在 每天两点半起床 我们都还在睡了 他就起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都不好意思 那无会念佛 晚上天天看他念佛